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在2.4版本後的下半卡池 除了甘雨之外還有炎王帝君鍾離的復刻 在當前的原神環境所改動的情況下 鍾離是否有受到什麼影響 也是很多想抽的人想知道的 同時洛洛也會補充一些當前版本 鍾離最適合的聖物與武器 以及整理大家最常發問關於鍾離的九個問題 不過在此之前如果你對鍾離本身的定位 和相關的命座詳細全分析還不夠了解的話 在本次的Q&A影片中 不會太過於贅述先前提到過的基礎內容哦! 建議萌先先看過洛洛先前製作過的鍾離影片 再銜接本次的相關重點補充 那影片開始前若你還沒有訂閱洛洛的頻道的話 記得先訂閱一下哦! 如果說給鍾離的抽取建議0到5顆星的話 洛洛會給鍾離的是滿分5顆星 即便當前出了一些無視護盾的新怪物 還是毫不猶豫的要給鍾離5顆星 絕對不是因為他是洛洛的老... 主要是因為這些新怪物出現的時間點是在2.3版本之後 但在2.3版本之前大多數的副本和BOSS只要你有鍾離 擁有鍾離和沒有鍾離的玩家真的就是兩個世界 並且鍾離是全角色中敦王之王人權護盾輔助 只有夏威替代而沒有任何人可以撼動他安若磐石地位的帝君 只要鍾離的護盾套上去之後 大士氣的那些雜魚野怪 幾乎讓你感受不到任何痛感 更別說鍾離的護盾還附帶 全元素和物理解抗的超泛用效果 也因此可以適用於非常多隊伍中 只要隊伍的輔助位不知道放誰的話 無腦放鍾離後 就可以站著原地放心輸出囉 因此對於新手來說 在還沒確定自己想要什麼角色 作為自己的主力主C之前 擁有鍾離絕對是優先的選擇 而有了鍾離之後 鍾離也可以放在以胡桃、蕭、蕭宮、優菈 龍華甘雨、岩隊等等非常多元素主司在隊伍中 抽一隻就敵好多隊伍的輔助位 說到這裡聽起來的CP值應該很高吧 而對於老玩家來說 升級螺旋和許多活動部本 還是很常看到鍾離的出現 因此是一隻能夠從新手用到老手的人權角色 推薦人人都應該有一隻 加上這次也是鍾離第二次復刻了 後續應該也不會在短期內再復刻了 趁著過年禮壓歲前或是年中至少抽到一隻 或是補到自己想要的命作吧 雖然洛洛知道下半雙副刻卡時的角色 真的非常讓人難以取捨 鍾離的命作詳細效果介紹 可以點擊右上方資訊卡查看先前的影片 先了解命作效果 評估自己需要的是什麼再做抽取 洛洛這邊會給鍾離的命作抽取建議為 0命、2命、4命、6命 0命抽取就能夠自套獲盾和全元素加物理解抗的OP效果 1命讓岩戟可以多一隻 增加岩造物共鳴範圍 用以擴大岩元素傷害的範圍 與回復元素微粒的產生範圍 就此不小心放歪可以多一個容錯率 但要注意的是場上的岩造物最多只能有3個 因此比較建議往2命直升 2命可以透過開Q大招時直接套盾 在以往需要透過長1套盾的情況下 結束2命後等於可以無縫套盾 在抽取手法上可以更順暢 可以節省長1的2秒時間 在升級螺旋競速上減少通關秒數 同時多人連擊時附近的所有隊友也能夠全體套盾 基本上2命大致上就算是自用兼連擊的鍾離完全體了 加上後面的怪物傷害越來越高 鍾離的護盾也未必能像以前一樣一直扛到最後 因此2命無縫套盾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喔! 而在往上拉後面的命座其實也都很實用 但就是看自己喜不喜歡或是想不想追求往上的效果 如果是會很常使用鍾離的玩家就可以考慮往2命以上抽 但若只是追求實用度,2命就非常足夠 4命的鍾離可以延長Q大招隕石砸下來後的石化範圍和石化時間延長2秒 原本的隕石石化時間很短只有4秒,基本上沒有什麼感覺 而若是在打一些群體怪或血後的大型怪 透過4命延長2秒 更能有Zawarudo的停滯感和安逸的輸出時間 若是喜歡鍾離隕石帶來的效果的話 4命是很不錯的命座 而滿命的效果是讓鍾離的護盾在受到攻擊時 可以回復些微血量,變相等於遞補了奶媽的位置 而原先奶媽的位置也可以換成其他增傷或輸出型的隊友 也等於提升隊伍的整體輸出 其實洛洛看到有些人在討論鍾離退環境的點的當下 真的是滿頭問號,不就是多了獸禁幼獸或是神經螺旋 先前出現無視護盾的侵蝕效果嗎? 就變得在社群上很多都是這類看似有些聳動的標題 首先獸禁幼獸這類新怪物是在2.2版本後才出現的怪物 但在2.2版本之前一年多的環境中,鍾離可是扛全場呢? 怎麼會因為幾個月內出現的新怪物 就打翻前面帝君締造的豐功偉業呢? 並且對於先前已出的BOSS來說 周BOSS、惹陀龍王和古炎龍希就是有護盾角就能加分攻略的BOSS 沒護盾角也不是不能通關,就是會打的比較辛苦一點 流血狗的出現也是 新怪物的出現意義是在於拉抬奶媽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帶上奶媽 但技術好的玩家也還是能夠不帶奶媽 畢竟只要能夠閃過招式就不會受到侵蝕啦 而且處在後台的角色,侵蝕效果最低就扣到一個百分比血量 只有前台的角色才會持續扣 在血量告急前做一回血 又或是不要傻傻的被狗多抓了好幾下 進而往上疊加侵蝕的效果 基本上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走位走得好,狗狗抓不了 胡桃在不被抓到太多下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看時機開Q回血 即便是2.4版本新增的火深淵使徒 深淵帝國的岩池爆炸也是無神護盾 但你只要會走位閃照就好啦 若是都在挑戰無傷了那還需要護盾嗎? 即使無神護盾,鍾離最珍貴的特性還是在於 全元素和物理減康20% 這項被動等於無條件幫隊伍整體輸出傷害直接往上加20% 就算扛著輕時,有鍾離的這個BOB也是好 這才是鍾離地位無法被撼動的主要原因 其實洛洛會覺得原神的環境改動和機制設計上 是為了讓玩家在遊玩角色或組隊時不要只有一種玩法 能靈活轉換和變通才是好玩家 或許有些角色可能沒有太高的出場率 但隨著後面新角色的推出,每個角色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 有些沒在用的角色後面風水輪流轉遲早會看得到它的亮點 鍾離在最起初的玩法共有三種 物理主C、血牛派、大招流、盾斧流 物理主C比較適合新手沒什麼角色的情況下 可以用在大世界探索的一種定位 比較不能用來打高難度副粉或神經螺旋 而血牛派就是全讓鍾離不論武器或是聖遺物主C條全對生命 血量大約可以來到6萬 適合新手簡單暴力的無腦配法 不過血牛鍾離也會進而犧牲大招隕石的傷害和元素充能循環速度 因此到後期比較常見的會是大招流和盾斧流 大招流主要就只追求鍾離Q大招隕石的傷害數字 因為鍾離的Q大招傷害倍率極高 天賦13等就可以提供1084%的技能傷害量 不過鍾離比起只追求單一的隕石傷害 大多數冒險等級58以上的玩家更多的都是玩盾斧流 雖然大招流在隕石傷害砸下去的數字看起來很舒壓 但比起需要常挑戰神經螺旋的情況下 寧願稍微犧牲一些些大招傷害 讓鍾離放在提升給整體隊伍的輔助作用上 CP值會更好 雖然鍾離在1.3版本進場維修前 在劇情任務中鍾離所持的是本次2.4版本加倍的冠紅之朔 但隨著進場維修後又推出了一把新的護魔之杖 其被動提供的生命值加成和攻擊力加成鍾離兼能享用 更香的是主屬性提供珍貴的暴擊傷害 比起冠紅之朔所提供的效果來說更為加分 隕石砸下去的傷害直接往上加了至少1-3萬以上 因此後續這把武器也逐漸被視為鍾離的專武 甚至連官方在劇情任務中也改動了原先鍾離拿的冠紅之朔為護魔之杖 鍾離的五星武器最為首選的就是護魔之杖 無論是玩大招流或是護盾流皆可使用 其次可以選擇這次武器持加倍的冠紅之朔 適合給走盾斧流的鍾離 但不太建議專門為了冠紅之朔而去抽 除非是剛好要抽阿末斯之弓不小心抽到的 也可以加減給鍾離用,效果也不會太差 而另外有從常駐池外到或是有多的和蒲冤的話 和蒲冤提供的暴擊率也是可以考慮的武器 適合給走大招流的鍾離使用 另外也能用提供元素充能效率的天空之己 而再往下看四星替代武器的話 高精煉的西風長槍也十分足夠 假如只是要一個很夠用的鍾離 那麼西風長槍就是很不錯的選擇 元素充能效率可以加速隕石的大招回轉 其他推薦的四星武器也可以參考先前的鍾離影片 大致上沒有什麼變化 單純只要堆疊生命增加護度厚度也可以用三星黑鷹槍 也是玩血牛鍾離最簡單又便宜的武器 新手若要玩血牛鍾離的話 基本思路就是全堆生命值就對了 也不用管什麼雙爆,堆高高堆到六萬 聖遺物套裝可以選擇千炎二件套加宗室二件套 或是千炎四件套 十字殺、控制杯、禮之罐全選生命值 副屬性可以挑選生命值、雙爆 元素充能效率為主的屬性 就是一個護盾工具人的概念 大招流的鍾離可以穿優果二件套加宗室二件套 讓炎元素傷害和大招傷害最大化 十字殺選擇生命值%數 控制杯選擇炎元素傷害 禮之罐選擇雙爆為主的屬性 盾斧流的鍾離都是穿千炎四件套 或是千炎二件套加宗室二件套的站帶過度 要的是二件套的生命值提升和四件套提供的 全隊攻擊力加成和護盾加成 十字殺選擇生命值%數 控制杯選擇炎元素傷害 禮之罐選擇雙爆為主的屬性 順便補充上述三種長金流派的隕石傷害量 大招流的隕石傷害最高 其次是盾斧流的隕石傷害 落差大約9000-10000 血牛派的鍾離隕石傷害最低 再來是護盾值方面 血牛鍾離的護盾值最後 再來是盾斧流的護盾值 落差大約幾百 最後是大招流的護盾值 以上要提供給想玩鍾離的玩家 思考一下想要玩什麼樣的流派 若是近期幾周才入坑的萌星 還沒有到可以刷金色聖遺物的話 可以主要先挑有生命值雙爆相關屬性的給鍾離穿就可以囉 從剛剛的隕石傷害量和護盾值補充就可以了解到 追求鍾離的大招傷害就會犧牲護盾值 追求最大護盾值就會犧牲大招傷害 但護盾值和大招傷害 都是鍾離兩個很重要且實用的效果 如果只是要追求大招傷害夠用的情況下 鍾離的生命值再不配戴專武大約在血量3萬以上 Q大招8等以上就足夠使用囉 血牛鍾離的畢業面板就是無腦對生命 只要血量5萬5到6萬以上就算畢業 專注疊高生命相對的就是讓大招傷害降低 拿穿千顏四件套加上黑鷹槍的隕石傷害 大約只有2萬8到3萬左右 不過也因為有流血狗的出現 在護盾值追求極大值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比較偏向給新手前期過度的配法 大招流和盾斧流的畢業面板可以一起參考 畢竟只有差在聖遺物套裝的搭配上稍微有些不同 建議的血量要在3萬到3萬5左右 暴擊率50%到60% 暴擊傷害160到180%以上 搭配專武護魔之杖的話可以很容易突破200%以上 隕石傷害量可以來到7萬到8萬以上 搭配隊伍的元素共鳴 比如雙岩雙火陣容很容易就可以突破到10萬以上的傷害喔 鍾離可以放的隊伍真的太多了 洛洛就按照各個元素中常見的主流隊伍來做一些推薦 胡桃最常見的經典主流隊伍 隊員為胡桃加行秋加鍾離加阿貝多 基本上胡桃、行秋、鍾離就是綁定的 第四個位置真的沒有阿貝多可以換成其他輔助 例如可以封套4件擴散減抗加精通的砂糖 或是可以用來湊雙火功名的火C角色 像是迪盧克、可莉、香菱等等 若是願意追被超載彈背的怪也可以換成雷電將軍 手作手法為鍾離長衣減抗套盾 行秋EQAE 胡桃E加A重大約8下 在冷卻剩下8-9秒時開Q 剩下等循環 因應近期新增許多無法被涌動客製的霸體怪物誕生 進而開始流行的融化甘雨隊 也十分推薦攜帶鍾離 詳細的融化甘雨隊隊員替代和組成條件 可以查看上一隻甘雨復刻Q&A 這裡主要示範的組合是甘雨加鍾離加香菱加班尼特 由於攻守比較不耐抗打斷 又甘雨蓄力射擊需要2秒時間 在這段期間若是被打斷或是要閃避走位 是很虧其浪費時間的 並且融化甘雨的輸出方式 又需要透過香菱的炫火輪 靠近敵人上火附著 需要貼臉說出 在這種情況下 若能有鍾離的套盾就會比較安心 這隊就是雷9萬般的變化版 組成為2命以上雷電將軍加滿命9條沙羅加鍾離加班尼特 主要把能夠做擴散減抗的萬葉替換成 可以套盾加減抗的鍾離 比起有萬葉的版本輸出上更加安逸 用來打魔偶劍鬼這種高傷害容易致死 或是一群壯漢上前圍毆的遺跡守衛 搭配2命以上雷電將軍無響的一刀 可以很安全的在中心狂暴輸出 輸出方式為 鍾離強1、減抗套盾 9條1 班尼特Q 鍾離Q 9條Q 雷電將軍QAAA在做循環 若是前陣子有抽蕭的 也非常適合搭配鍾離 讓蕭能夠放心的在原地打裝 主要就是蕭綁定鍾離 剩下推薦雙風隊員 像是勤團長或是砂糖 就可以組成蕭加鍾離加砂糖加班尼特的雙風隊 或是蕭加鍾離加阿貝多加琴的雙風雙岩隊 甚至是蕭加鍾離加香菱加班尼特的雙火隊 物理隊的部分當然要說說物理解優拉 優拉在開大跳舞的過程中 也很怕被強打斷或是大扣血 因此也推薦綁定一名鍾離 在隊伍中提供安心的套裝和物理減抗 常見的組成為優拉加雷電將軍加鍾離加班尼特 雷電將軍可以替換為任何雷系工具人 或是參考洛洛的優拉影片去組其他隊伍和詳細疊層手法 出手法為優拉前置疊好後鍾離強以減抗套盾 班尼特Q、雷電將軍EQ、優拉Q跳舞直到光劍爆炸 前陣子推出的一斗和岩系專用輔助五郎 在沒有阿貝多的情況下 第三名岩系成員也很適合放入鍾離 組成為荒龍一斗加五郎加鍾離加班尼特或莫娜 提供五郎三名岩系隊員加成的BUFF以及安心的護盾 讓一斗無敵的歐拉歐拉搭配增傷的班尼特或莫娜 真的是無所彈機的大殺特殺 輸出手法為鍾離強以減抗套盾 五郎開Q、班尼特莫娜開Q 一斗Q加EA 重重重重重重 以上就是關於這次鍾離的復刻Q&A 這次也有參考一些限動上的問題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提供給想抽鍾離 和不知道怎麼玩鍾離的肉肉沒些方向 或許也可以追蹤洛洛的IGFB 會有不定時在限時動態發布相關的問答目擊 洛洛會再看情況補充在影片的內容中喔! 那是身邊有玩原始的朋友問了你以上的問題 就直接把影片遞給他看吧! 洛洛也會把重點的秒數標做出來 直接從時間點開始看就可以看到重點囉! 若是還有想看的攻略主題或是任何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會一一回覆 絕對影片內容實用也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也可以點擊加入按鈕來 感情無法會員每個月請洛洛洛新奶茶加雞排 最後喜歡洛洛的影片可以點擊喜歡 給洛洛一個鼓勵 喜歡越多給洛洛的BUFF就越強喔! 目前每周日晚上也會固定直播用原神 每周一到晚上就可以辦更新影片 我是虛擬Tuber璐洛洛,我們下次見囉! Garrett,我們下次見囉, finals!